看到一人臨近的車禍 事故又有新的後續 現在陶市府要來求成十萬元 這照射地點發射在桃園市爐竹 出於中正北路橋 那麼當時是上午十點多 把這邊的交通桿給撞斷了 標誌桿的基座也嚴重毀損 因為後製桿重新安裝 需要七到十四天的時間 但是您看到的事故之後 和事故之前的一個照片 現在已經有所不同了 桃園市交通局緊急修復 並且把交通桿 從原本的七根增加延長為十四根 至於復原維修經費 交通局將會向林志穎求償 路橋前分隔島上的交通桿 全部換新 原來這裡就是藝人林志穎車禍事故現場 為了避免再度出意外 路上的交通桿 從原本的七根延長一倍成十四根 我個人是覺得沒什麼用 因為速度快的話 當衝過去 還是一樣會直接衝到分隔道上 路橋前延長增設交通桿 就是為了要增加緩衝區 不過民眾認為發生意外事故 車速過快才是主因 林志穎撞上的耗製感 因為撞擊猛烈 加上起火燃燒 機座已經嚴重毀損 未來安全起見交通局立刻請人移除 至於重新設置所需經費 交通局會向造勢者求償 標誌感的基礎 因為損毀的程度相當的嚴重 必須要再重新的挖掘 基礎的養護期程大概是七到十四天 針對民眾致狀 路樹路登或是交通耗製 師傅都會再向當事人申請求償 那初估證跟標誌感的造價 大概是十萬元左右 交通局強調由於交通耗製感移除 才會延伸路面防撞交通桿 增加緩衝區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 至於賠償問題要等林志穎的傷勢穩定 完成警方筆錄之後 交通局才會向當事人提出求償 記者謝祥林 桃園報導 檢查 punt 兩邊 海道 公棺 林